从来不愿意回到一个真实面 环境运动在解决的 从来的因的部分 我有跟你讲过啊 去参观那个伟大的团体在座的 你说他不好 他好的 真的要许好啊 怎么样 有没有我跟你讲 他那个回收的纸还用剪刀 削一副老花 吃过了吧 没有 没有吗 哦 我看那个这个回收 好厉害哦 我这样剪剪剪剪 跟我说 你看 我们环保做的多好 哎呀 实在了不起啊 然后再笑笑的问他 好奇怪哦 他们为什么要生产这么多东西 让你们解不完 所以菩萨为因 众生为果啊 环境议题 任何议题 教育问题 政治问题 要在因地解决 而不是要产生一大堆结果 头痛一头 脚痛一脚 政治在哪里 所以在这里我今天 特别要再交代一个 很核心重要的议题 这边灯开大一点 对不起啊 我又破线脸出了 我家里曾经有两两修啦 练刷两年 那个丽秀苑来煮草 然后有了小鸟开始呼出来 然后 10天不到 7天 小鸟从眼尖闭着 到张开到四龟到离开 被老狗啦 拜托 完全一样 我说完全一样是生长模式 你们知道 对一只鸟最重大的 就是说 它开始生长 一开始缓慢 一来一快 一来一快 然后到最快的时候 然后再生长 达到稳定 这一条叫做Sigma Sigma期限 对不对 那我们知道 邪力就代表它的速度 那最快的这个缓期点 这个缓期点 对一只鸟的时间 发生在哪里 发生在离朝那一天 什么叫离朝 你知道吗 是非 通常一凹里面 会有几只掉下来 掉下来以后 小鸟就在那边叫 父母怎么救援 那快要担架哪来啊 不可能 那这父母回宇宙的就是 养至父母 那快要加糖来吃 一直去吃 他一定叫你拼命吃 一只鸟 一生里面 生长最快速 就是离朝那一天 如果他没有在 赶快喂食的时候 赶快转化成为利盗 自己起飞的话 那他就死了 所以那一天就是 这一个缓期点 那接着成长了就缓慢了 然后接着就不再成长了 不再成长 接着是维持 他能够活下去的 那有的时候有食物 有的时候没有食物 就是高高低低 高高低低 OK 这一条Sigma 期限 所有政治施政也是一样 从你养鱼要补鱼 从你政治通通同一个模式 地球上没有无限生长 台湾过去的一大堆政策 都是靠着无限生长的那种 换领栽之中 这一条线上来呢 好 什么叫做国家总政策 台湾的土地在一百年后 一百五十年 不要讲那么多 五年 十年 二十年到百年 你能够发展的最大极限 叫做Maximum 这叫国家终极总目标 人口定在两千万 或一千五百万 或什么 经济 比如说我什么工厂 我什么时间要发展 有几十年的计划 有一个Maximum 这就是国家总政策的一规 接着什么叫做政策 我们任何成长到达一个程度以后 接下来任何事件是上下震荡 那我认为 我要把这个震荡 控制在多大的范围 这一个范围的界定 跟技术的生产 叫做政策 你听我吗 如果今天治理国家的人 稍微有一点这个概念 国家总目标 人口总目标 什么样的总目标 交易总目标 什么在哪里 然后我要维持的是什么样子的 稳定性 叫做政策 那一天 一个以前担任某一个部长的 我来跟他分析这些 他说 哎呀 对啊 靠腰啊 你们在有钱的时候都不知道 一个最简单的言者 从生态 从一只鸟的成长 从一只鸟的成长 划出来的期限 要告诉你 没有无限成长 没有 你看以前 中横 不断的扣充扣充扣充 我就去抗议 为什么要扣充到那么大 吞结的时候 坐这么多车 哇 靠谣啊 然后平常 台湾现在 你去从西部看看 从1926年 那什么时候 台湾重贯先看 接着 重贯公路 接着 台一线 这个几线 一直有没有 接着高速公路 接着台17 接着台61 接着 哇 一到那密密麻麻 台湾的 交通网的密度 比人的威胁管 密度还要高 是全世界最高 但是 你去看看好了 平常 哪几条的行车力 有多少 我总部给他们做 为什么 你要用那个最高量 就像台电早期 台湾 要盖核电厂 按照以前规划 你知道 到民国一百三十年 五十年的时候 台湾好像要盖 三十几 做核能电厂 我在做核市场的 什么委员的时候 我们那个时候 帮那个台电 做那个规划 就发生这种事情 这里有碎花旗扳脚 下个礼拜 我再去的时候 我跟他报告就没有了 被我做掉了 夭壽 我真的是这样 那小几次 像这种事情 是小事情 在这个 这个成长 也就是说 我的人给他 take 你看 中文公路 在那漂亮 要把他拖棺 拖到那大条 照你们这种方式 他说什么时候 什么要 我都骗笑 你平常几部车在走 你们这种开公路的方式 好像台湾黑熊 是开车上班的一样 真的是 就是说 无限成长的迷思 不知道有所節制 不知道前华 我们要再强调的 这些过程就不要了 太多 每一个要讲 讲到什么事 然后谈到跟宗教这些关系 这个是不错的 应顺导师 他们都把它叫导师 当时一件 传道导师 这也是本土的一个 然后跟新宠导师的关系 那我要强调是 比如说 我要讲一个是 一棵树到底提供 对环境的影响 我们不需要伟大的仪器 我一生 有的时候会觉得很 很 一直感到有点不完 就是说 我几乎没有任何什么仪器 没有什么经贵 这样做出来 然后我看看现在 台湾到处那么固有 那么伟大 精密的仪器 我如果有那样来玩 那不知道要生到什么样的情练 但是呢 没有关系啦 一人你该改参了呢 我们就是要看那个 比如说我把请三个助理帮忙 把每一个地点的各种不同 室内我就量它24小时温度的变化 跟测量者的心跳 水泥地上什么什么等等 你知道吗 好有趣哦 一天24小时里面温度的变化 浦游路跟室内温超的变化 后面我都超过几十度 然后有一张 像我到底像我的作用多少 我这样扭 我叫他这样扭 你看看 微量的时候 人类感觉 温度 然后心跳等等 就这几个数据就好 这个睡觉的时候是怎么样变化 这个是什么的时刻 水泥地面温差 一天可以超过四十度 等等 在室内的话的变化 在树下土中的温度 然后整个总理起来 告诉你 一棵树真的比四十吨的冷气还好 当时我还算出来 台中市只要把立化做好 台中市不必使用 冷气机 好了 你讲过讲谁甩你 不过我从来不会因为有谁要塞我才要做 那个 当你不断在讲 谁说你怎样 这样的心态的人就是自我放弃的 对吧 我才不在乎什么人家 但是我知道 我知道这个是更好更对的东西 然后在掩地上 我们今天下午整个要讲的就是这个 这个暂时主要的 那个引力的过程啊 告诉你这些 为什么我反对人家种树的原因 乱种树的原因等等 后来在新城啊 是那边做生态立化的 乃至于到所谓的自然听权先言 宗教跟整个这个环境在一起的 反正一辈子就过得哎呀应该是过了 然后体制内教育 当时我们就设立一个生态研究所啊 还有生态系啊 那后来我有什么辞职掉了啊 这也很好玩啊 然后设了一个这个 这也涉及到真的是统独了 弄了弄了一个台湾生态剧的人文馆 他们看到这台湾两个字 就很不爽啊 他要给我拿掉啊 后来我就折忠 不然你们那天出狗 我就叫做方济罗 方济罗就不给担你 我不会看 然后这个整个发展构成啊 钟老师已经构思了 钟老师 这个这一位校长不错 陈振贵 后来 后面不讲 那个说那个跟猴子在玩的 有没有 这个珍古德啊 珍古德 把他找来啊 那个好好玩啊 他可是呢 他来台湾也整个被 反正 后面也不讲 好了 反正啊 对不起 我又犯错了 然后做环境步道师等等 我们只是希望等着 请大家告诉大家 无善之善 如果推就推 没有什么好计较 做任何什么事 不一定有什么动机 假设有一天 你连动机都没有 做很多事 那种愉快 真的是 哎呀 就不言可疑了 也不用说了 那这些 我们总有一天啊 可以进展到 我们 贴阿里山会来这个大铁山 经过这里 总有一天 我们会在另外一道门之后相见 可以看到 更可爱的你 我们就吃饭吧 哦 这样办 才有效 这样办 才有钱 才库水 你们看过没有 台湾的文化哲学 现在的蛋要吃幸福蛋 还有 哎呀 很多东西 算了 好 吃过饭以后 下午再见 就会这个 感谢观看